肖亚轩被狗咬后素颜晒巴,下巴不满增生伤痕,细胞坏死蛙鼻孔都痛。 近日,肖亚轩本人在社交平台中晒出了自己受伤恢复后的素颜罩,自从去年被狗狗咬到脸之后,肖亚轩虽然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近况,但每一次她都会想办法遮挡住自己受伤的面部,不让伤口出镜。 此次,肖亚轩选择以如此坦荡直接的方式晒出自己的正脸罩,并表示我已经准备好睫毛了疑似准备开始正式回归大众的视野。 在台媒独家访问肖亚轩的报道中得知,其实肖亚轩的伤势基本已经康复,只是表皮的肌肉组织被破坏,未经医疗手术干预的情况下,肌肉组织会乱长,所以才会留下这些看起来稍嫌可怕的痕迹。 即便是对于普通人而言,容貌健康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更何况是靠脸吃饭的女明星,肖亚轩说自己在受伤期间一度厌世。 今年已经42岁的肖亚轩,虽然从未踏入过婚姻,但她的桃花一直都不断,在被狗咬伤之后,黄浩没过多久便成为了她的前任,虽然不知道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分歧才令这段感情走向终点,但相信接下来调整好状态,准备重新回归的肖亚轩,依旧会是那个闪闪惹人爱的女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